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4月18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霍良桥 先和大家讲一下今晚的新闻提要 上海封城一个月 当地民众贴标语抗业 当地老牌国际学校关闭 日本和韩国领事馆 致咸上海政府和复丹大学表达不满 美国国务院高官和5名的香港民主人士 日前会面了个几宗 与会者之一的张军洋透露 在会上触请审视香港学术自由 以及制裁打压学生的相关人员 台湾传媒报道 台湾军方正是进行 南沙太平岛机场跑道的延长工程 在明年完工之后 可以被F-16等战机起降 详细的新闻内容 上海封城引发民怨沸腾 计网上出现大量上海 乃至全国各地的民众抗议当局 低效防控造成诸多的人道惨剧之后 在过去的周末 上海出现零星的抗议标语 而另一方面 当地的外国人纷纷撤离 有在华国际学校 因为外籍老师反过而关闭 日本驻华总领事馆上个星期 支含上海市政府 提到持续了个几月的风声 对万几家企业的事业活动造成影响 明显日出严重 而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质至含复旦大学 要求校方批准韩国学生返国 上海封城一个月 一些在当地从事教育等工作的 外籍人士纷纷撤离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李敏 星期一告诉本台 由于是当地国际学校 任教的外籍教师已经回国 学校被逼关闭 今年到现在的学校 短期之内都无望 然后大量老师的职 都保证不了正常的吃喝 上海一层国际学校 已经有28名教师 表示可能在6月2日之前 离开上海 其中24人 预计将会下一个学年返回上海 各位校在公告当中说 随着最近新冠疫情 在上海的死灰復燃 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挑战 我们已经准备好 基于最佳实践 和过去学习的远程学习计划 公告还声称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环境 来留住我们的优秀教师 而不是逼使他们辞职 或者在职责上面犹疑不决 李敏又指 最近上海复旦大学 一批韩国留学生 希望尽快回国 有学生很多的都有的 然后韩国正把灵馆给复旦写信了 复旦处理的时候碰到问题 他们不放人 做合三是需要学校配合的呀 学校也不配了 由于韩国学生撤离上海的计划受阻 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写信给复旦大学 只随着封控时间的无限期延长 很多学生在精神上面极度恐慌和无助 远在韩国的家长也十分担忧 近日很多家长和学生 纷纷向他们求助 并表达了回国的强烈愿望 暂时狠请学校予以考虑 尽快批准志愿提出申请 符合乘坐飞机条件的学生回国 韩国承诺将会为回国留学生 统一提供车辆前去普通机场 上海居民孙先生说 目前这些外国学生 已经被送到浙江和江苏等地隔离 引起家长他们的担心 另外在上海的一万多家日本企业 面临巨大的经营亏损 对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智涵上海市政府忠明副市长 信里声称 目前在上海生活居住 约望4万名日本侨民 他们也和中国朋友他们一切 直面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同时 约望有一万一千家日资企业 在上海落户发展 每一家日企都严格遵守上海市政府的各项方针 各自尽最大可能支持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信里写到说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长期化 生产经营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状态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对企业事业活动 造成的影响明显日趋严重 狠请副市长 能够给予关心和理解 有舆论认为 日方给上海市政府的信 其实就是一种警告 日本的核心诉求只有两点 首先是 一万多家日资企业快顶不住了 请上海当局告诉他们 风控到什么时候 其次是 日本企业的订单被其他地方的企业抢了 再这样下去 製造企业要向其他城市 甚至国外转移 而原本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 在经历了这波封城之后 对这个城市的好感不再 据网民披露 最近各国领事馆安排本国公民回国 有外交人员 将带不走的物品放在市馆门口 让民众免费取用 上海普通机场近期就爆门 至于上海人本身 也都按耐不住耐心的愤怒 星期日晚 有居民在马路边的树干 和交通灯柱上面 绑上白底红字的标语 上面写着细子的名单 人们正在死去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以及反对无限制封城等 上海居民赵晓 星期一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 有人乘着夜色 将这些写好的标语 挂在繁华区域 表达对封城的不满 现在上海好像整个民怨非常大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当时也经历了武汉野经 这次正好又在上海人比较倒霉 我们都去问他说 上海还是武汉比较差 他说上海比武汉差不是差的一点 上海这次涉及到很多的政治因素 而当局继续为遮掌网上 有关上海的负面消息疲于不明 其中一度引起关注的上海细者一民 已经被封杀 但各种小道消息 仍然透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快速传播 网民留言写到 上海人几十年用魅力和勤奋 吸引了全球眼光 短短十几天就分崩离息 自由澳洲电台情报报道 中国上海自上个月开始爆发Omicron疫情 中共政权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引发极大民怨和人动危机 近日中国公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也透过官媒宣称 到上海老旧社区了解疫情 结果却被网民踢爆 孙春兰和一众官员 根本是躲在一栋大厦天台做show 并没有真正面对民众 有网民直戚 任差条件和造策一样 根据中共党媒人民网星期一报道 孙春兰在4月15至16日 在上海条件指导武汉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期间曾经前往黄埔区老西门街道 梦化街区域 南京东路街道 平旺居民区实地了解疫情防控工作 并在黄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听取回报 他再次要求坚决统一思想 说要坚定不易加快清零步伐 不过中国科普作家 方舟致在推特上踢爆 孙春兰所为出现在蒙花街 其实只是做show 因为他根本并没有在街头露面 只是在当地的上海御元集团大楼天台听见报 过程被附近的大楼住户拍下 对照画面背景 和电视新闻中的画面相符 据传媒报道 孙春兰先抵达上海之后 先后前往上海黄埔区、城安区、浦东新区等地 拆看居民社区的隔离情况 同时要求上海当局按照中央部署 坚持动态清零的重方针 不犹疑、不动摇 但是随后有当地市民向他怒哭、没有菜食 说他们要饿死、表达不满 但是孙春兰就假扮听不到 直接搭公务出来开 今次孙春兰假扮视察疫情被揭穿之后 网民纷纷留言表达不满 又网民计讽地说 人家这样是避免扰民啊 在楼顶视察这样叫做高瞻远竹 在楼顶就不用担心被人骂 摆拍好交差 大家都要找蛋饭吃 其实孙春兰过去市场疫情 也曾经骂出争议 在2020年3月 他曾经到武汉视察 当时的他在官员包围之下 穿梭被封锁的社区 楼上有居民隔着枪 大声地控诉说是假的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又说老百姓吃的都是高价菜 或是形式主义等 影片在网络上封存 又在去年12月中旬 孙春兰前往陕西省西安 视察疫情 并且要求尽快清令 结果他在到訪小区期间 突然有居民向他大喊 我要吃饭 在今年3月底 孙春兰前往吉林省督渡疫情 当时在疫情总裁社区视察的时候 也有居民向他呼喊 没有菜食 接着有下一次的消息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批示之下 中国各地要实施严可的防疫措施 即使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 也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去做所谓的动态清令 中国维权人士刘非约 星期一在推特上发帖 透露因为曾经批评其家乡湖北省 除州市实施严可的封控措施 追到公安的传换 根据刘非约上传的传换证显示 湖北省除州市公安局 曾都分局说 他涉嫌违反监督管理规定 勒令他星期一早上 到东城派出所接受信问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 星期一通报 湖北省星期日 并没有新增的本土各产个案 仍然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是314宗 其中随州市34宗 外界普遍责议 疫情并不严重的湖北 是不是需要实行 是不是需要实行严苛的封控措施 刘非约今年52岁 是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 也是独立中文部会会员 他证经是湖北省徐州市 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 因为接受境外传媒采访 刘非约在2017年 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 判监5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没收个人财产101万人民币 2018年 刘非约获得独立中文部会 颁发的第九届刘晓波 写作勇气奖 K第13届育中作家奖 上海风势造成病人就医困难 错过黄金治疗时间而喪命 网络传出 71岁的上海业余小提禁手 陈迅平 日前因为腹痛召唤救护车 但是被两间医院拒诊 是回到家后 因为难人腹痛 最终跳楼自杀 有缸又话不斗 互联网上对陈迅平自杀的经过 出现不同版本 陈迅平的儿子在微博账号发文表示 其他版本都不是出自自家人手笔 陈迅平的儿子表示 不想指责或者追究是谁的责任 因为人已经过世 一切都无意义了 但仍然希望透过父亲的悲惨结局 呼吁社会在抗疫的同时 都要关注没办法正常就医而痛苦的人 以免更多悲剧发生 陈迅平的儿子表示 13日的晚上9点多 父亲的腹部开始感觉不适 起初以为是晚饭吃多了 过一阵就会没事 没想到逐渐开始疼痛 并且越来越激烈 还伴随着呕吐 继没有发现情况不对路 火速地扮你阻出门证 并不打电话叫救护车 陈迅平的儿子自出 他们在晚上11点多 打了120叫救护车 一个几钟之后才获派车 他们一开始去到同济医院总院 但在急诊室门口就遭到护士拒收 原因是 里面全部都是新冠肺炎痒性的确诊者 之后他们去到第十人民医院 但医院就没开 救护车上的医生认为 这个病不致命 可以回家买药食 陈迅平太太第二天起床 就听到楼下有人喊 谁跌了下楼 他说下楼结果见到丈夫躺在地上 血肉模糊 救护车将伤者送到同济医院急救 但就没办法抢救 同济医院的急诊医生解释说 昨天晚上是有阳性的诊者 但消失之后都是接诊的 陈迅平的妻子质问 为什么来的时候不详细解释 我们可以在外面等 就不会发生悲剧 家人事后发现陈迅平留下了两封围书 都表示救护车他痛得无法入睡 估计生命就快走到终点 提前和家人告别 中国网友14日在微博发表网络文章 名为上海逝者 记录上海封城期间 因为严格管控而造成自杀 或其他非自然死者名单 获超过100万人次阅读 官方除即删除文章 但就被网友将试者名单 整理到区块链上永久保存 目前已经收录了超过100名死者的名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 刚日和报导 香港新选举制度之下的新一架特首选举 在下个月8日举行 唯一宣布参选的前政务司司长尼家超 星期一获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提名有效 成为香港特首选举唯一的候选人 这样意味香港将会步入回归之后 首次无竞争 澳门模式的特首选举 由李若鱼不斗 香港今年特首选举提名期 在4月16日结束 前政务司司长尼家超 是唯一的参选人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星期一在宪布刊登公告 宣布尼家超参选下届 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有效 当局说李若鱼在1,500名选委会委员中 已经获得过半数 也就是786个有效提名 与他报名参选时提交的选委提名数目是一样 在北京去年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下的新特首选举规例中 说在无竞逐的选举 也就是只有一名候选人当中 候选人必须要拿到超过750票支持票 换言之如果该786名选委 一致在选举当日投票给李家超 李家超就能够如愿当选成为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 也同时意味着香港将会报入回归后 首次无竞争、欧盟无息的特首选举 李家超同日拜访五个商会后会见传媒说 感谢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身份确认 和选委会委员的提名支持 当被问到今次特首选举 被质疑认受性和竞争性时 以后李家超这样说 我多次都说我对竞争 当然选委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但更重要就是向市民解释 让他们了解过我的私政理念 从而社会有一个一致的分析 同场的香港总商会主席王东胜 未有提名李家超 他在会后说 和李家超深入讨论很多不同的挑战 包括人才流失 经济和金融问题 而有份提名李家超的总商会理事 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就引述李家超说 将会邀请有才能和知识人士加入政府 并且会为公务员团队 首先处理一些过时的规矩和法例 翻查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有效提名公告 李家超七百八十六张选委提名票中 有近一半是来自工商、金融和专业界别的选委 其余三个界别都有过百名提名支持 各方有份提名的名单之中 有不少是备手注目 政界方面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 曾经一度被盛传参选的全国政协委员陈逢富珍 积极帮助李家超竞选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等 熟悉保安事务的包括两位警队前一哥邓景成和曾伟雄 和两名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二和黎独国也有提名 多名地产商也有提名李家超 包括长江集团主席李泽巨 行地执行董事李嘉诚 合伙实业主席胡应商 新地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联 执行董事郭基辉等 医学和卫生服务界方面 有医管局主席范雄宁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慧等 教育界就有中大校长段崇志 岭南大学校长郑国瀚 教育大学校长张仁梁等 法律界就有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前监警会主席 资深大律师梁定邦等 香港外国者治港下的新特首选举 将会在5月8日举行 关仔会展中心将会设立投票站 给选委会委员投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若宇报道 美国国务院两位负责民主人权 和安泰事务的高级官员 在上个星期四 同5名香港人权倡议者和专家 召开了个几宗的原作会议 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 并聆听港人的意见和建议 议会者之一的张坤洋向本台表示 这是小见的契机 反映美国行政当局持续关注香港意态 他在会上提到香港高等教育界面对的打压 促请美国审视香港的学术自由 并考虑制裁打压学生的相关人员 由胡海文报道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国代理首席 助理副部长布斯比 和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志强 上星期四 和5位香港的人权倡议者 以及专家召开原卓会议 声明表示 会议讨论了3月31日 国务院发表的香港政策法报告 并且强调 美国继续捍卫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国务院发言人向本台表示 该会议以视像形式进行 只在了解香港目前的人权状况 并且聆听与会者的意见 和建议 从而让美国和国际社会 了解如何可以最好去应对 发言人又指 会上谈到香港的自治 民主进程和自由所受到的威胁 又重点讨论一个透明 负责任的管治的重要性 发言人又说 美国将会继续向中国和香港政府 表明其关切 并且继续倡议香港应有的高度自治 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顾问张坤洋是其中一位的议会者 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会议历时个几宗 是一个较少有的机会 能够和国务院高级的官员 会面这么长时间 反映出美国当局 对中国和香港事务保持关注 不会因为俄乌战事等等的其他国际议题 而忽略了中国的威胁 这样的讨论会 是比我们一个真的很密集式 一个很小型的交流意见 都是很罕见 他都真的证明他们是很想知道 我们香港人究竟是怎样去看待 美国的一个政策报告 还有他们想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遗留 令他们未来有更多的政策的倡议 可以想到 其实他们都真的会 抄下我们很多人的不同意见 当然外于他本身 做一个行政体系 一个庞大体系的一个官员 他不能够可能这一刻 去作出一个什么决定 但是他普遍对于我们 所提出的观察 都是相当是同意 他也会说 他之后会再仔细研究 我们提出一些倡议 然后会回去 他们有一个母亲同情 去再讨论 张困阳认同该香港政策法报告 已经详细罗列了香港的演况 会上各人主要讨论了 香港的司法独立 传媒自由空间 和营商环境等等的问题 而他自己就主力提出 和高等教育界相关的打压 我自己其实就 我自己当年是有反应 首先第一就是香港的事由 是逐渐收窄了 尤其我说得比较多 就是在大学的高教界上 其实首先都认识你 就是那个国会 是有留意到 香港的各所的 始终我是一个学问出身的人 我见到很多的校方 他们依然是不愿意去支持学生 甚至是帮助打压学生 解释很多的大学的学生会 之前说的 但是六四的国商之处都被搬走 那这些其实我是首先 我很认识 就是美国政府 也有将这些详细落列在报告上 那同一时间 我都会建议就是 其实美国要重新审视 香港的学术自由的问题 究竟美国的高等院校 应不应该和香港的高等院校 继续合作呢 或者甚至美国国务院 会不会扩大制裁面 去考虑这些都很严重侵害人权 甚至逮捕学生领袖的这些组织呢 张困扬认为 各与会者都乐见今次的会议 特意顺利召开 除了感受到美国当局的积极取态 也都感受到当局对香港的人权倡议者的信任 愿意面对面聆听其亲身经历过的镇压和威胁 张困扬对未来能够继续就香港的议题 与美国行政当局保持建设性的对话感到乐观 也都希望当局会推出更多 支持香港民主的政策和措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凯文报道 大陆传媒报道 曾经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秘书的招商行行长田惠宇 目前已经离职 市场传媒举被带走调查 受消息影响 招商银行股价大些 跌幅一度达到8% 有六媒向招行查询田惠宇被插 招行发言人就表示无法解答 由北置密报道 中国经济观察网周一报道 当日下午 招商银行举行干部大会 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另有任用 招商银行上务副行长黄良主持工作 市场传媒更清 他被带走接受调查 受消息影响 招商银行股价大跌 跌幅一度达到8% 股价最低速及每股42.78元 田惠宇今年底满57岁 1987年7月 在上海财经大学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1989年至1993年 王岐山曾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 在短暂转任央行后 1994年至1997年起 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 田惠宇就在王岐山执奖建行时期担任他的秘书 田惠宇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在上月21日招商银行线上召开的2021年年度业绩发布会 根据招商银行2021年年报 田惠宇于2013年加入招商银行 不久后接任行长 兼任招銀国际董事长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理事 陆梅银此财经周一就田惠宇被查的传言向招行查询 招行发言人回答表示 他们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法解答 田惠宇并非第一名与王岐山有关而传出被查的人物 今年1月 曾追随王岐山多年的中共中央巡视组 原副组长董宏被指受贿20亿 被判处死缓 此前王岐山的另一救报 原湖北省委书记长超良被免职 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地产商任志强被重判 引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生变的猜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豪北紫密的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外界一直批评过的人士安排透明度低 很多关键职位出现调动 迟迟不对外公布 根据陆媒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被书局局长 现在是由孔少淳出任 这个日自韩立平2019年11月 由该职位调走之后 顾媒首次披露该职位的接任人选 由北紫密报道 中国青年网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成立 亚运会和亚禅运会工作领导小组 在公布成员名单中 原中办人士局局长 孔少尚首次以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跡函 出现于报道中 分析指中办秘书局局长虽然只是局长级别 但非常重要 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贴身秘书 由中办副主任兼任 地位仅次于中办主任丁舌祥和常务副主任孟长锋 在习近平时代 中办秘书局局长已出现过多番轮替 习近平在2012年当上任时 出任辞职的人叫朱国锋 第二年的4月份 朱国锋两相傲博论坛 当时的朱国锋和王滬宁、栗战书 杨洁篪等党同国家领导人以及王毅 徐少使、高虎成等部长级高官 坐在会谈卓的同一排 当央视的新闻镜头从他身后掃过时 可以看到他的名牌上写着 朱国锋、习近平主席秘书 显示他已经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但朱国锋在2015年传出被调走的消息 外传他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 是与他同因为策动政变 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前中办主任 令计划过重甚密有关 接替朱国锋的是韩立平 令计划出任中办主任时 韩立平也是中办副主任 在2019年 外传韩立平也失去了习近平的信任 他在2019年11月 被调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 理事会副主任 被外界形容为明星暗缸 而在韩立平之前 这个职位还有两个人做过 都是另计划的部下 其中一人叫王仲田 另一人叫霍克 都先后被调职然后查处 另外 根据中国青年网同一报道 亚军会与亚军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之中 也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作战局局长曹清风 意味着在三年前出任辞职的贾建成 现已被调走 解建成今年满59岁 还未到退休年龄 分析认为作战局局长主要负责对台湾作战的方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德豪不止密的报道 传媒报道台湾军方正是国建南沙太平岛机场跑道 在明年完工之后可以被F-16等战机起降 学者认为现场太平岛机场跑道 可以应对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军事局长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 相关工程除了运输补给和防务有非常大的帮助之外 也见证了台湾提升防卫能力的决心 由中广正在台北报道 据台湾联合报引述消息报道 经美方同意国安单位政策决定 空军司令部今年完成南沙太平岛跑道 新一轮整建工程照标 计划将现有1,150公尺的跑道 延长350公尺至1,500公尺 必要时能提供战机起降 空军司令部对于相关报道回应表示 太平岛跑道运作正常 相关港法纯属益测 空军没有评论 国民党立委陈以迅日前在立法院 质询海巡署长周美武 关于太平岛机场相关工程的时候 周美武并未否认 但说要请教国防部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 太平岛机场跑道工程 从陈水边担任总统时期 就提出相关改善计划 他指目前陆续完成包括 跑道道引的灯光 以及可以停放两架C130 运输机的停机瓶 这些改善是为了改善太平岛的运辅 以及维持的能力 现在把跑道计划延长350公尺 加长到1500公尺 这样的长度就适合台湾 不管是C136 C3C 或者我们相关的战机F16 等等可以起降 那对太平岛的运辅 防务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王定宇指出太平岛所属的南海 是非常敏感的区域 所以在当地进行机场跑道的整建 必须跟相关友好的国家有一定的默契 国防员军事战略器产业所所长 蘇智雲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 现场跑道可以对应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军事扩张 如果再把这个跑道延长的话 我想最重要的不只是可以提升 必须要三重的这个作业能力 同时让就是我国的独立机队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获得更安全的一个跑道的操作环境 象征台美合作反制中共在 就是南海的这一种 就是军事扩张形务 据联合报报道指台湾当局针对太平岛的建设 原计划除晋深内側船植深度之外 同时要延长码头长度100公尺 并利用太平岛码头兴建挖掘时 对绩出的新生地进行跑道延长工程 但是消息指美方火缺码头延长工程 只同意台湾延长跑道 根据资料显示F16战机降落需要1000公尺长的跑道 P3C反潜机降落需要975公尺跑道 太平岛跑道如果延长为1500公尺 台湾所有现役战机都可以起降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布置武装 令中国海军有能力覆盖更大的范围 增加对武统台湾的胜算 美国罢工星期一公布 负责印太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 坎贝尔在这个星期将会出访所罗门群岛 前中国海军情报官姚成分析 今次中共不惜代价 混用售卖手段 将军事基地撤到奥特利亚家门口 南太平洋各国应该警惕 尽早铲除隐患 由马纳克 情文报道 在军事斗争的战略地缘布局上面 中美双隔的太平洋 就是未来直面双争的主要战场 中国一直在趁机会 尋找有军事战略价值的落脚点 而所罗门群岛从针对美国太平洋军事部署来说 建立前进据点再适合不过 向南可以撤断美国与同盟国奥大利亚海空通道 向北可以牵制或截断美国本土武装力量 对台湾的军事救援 同时在美国太平洋第二军事倒链中心 扎下一枚针钉 所罗门群岛是一个辽阔的英联邦岛国 被称之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岛国武军队 只有800多名警察 如果那个地方发生骚乱 当地政府就要请最近的奥大利亚 派遣警察部队赶2000公里的路 上岛平乱维护治安 中共集权统治不择手段 向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岛国 摘下金钱和物资 用极端手段收买政要和人心 不费一兵一足 在太平洋安插了千里眼顺风意 对中国海军来说 跨越7000公里 直接插入美国第二军事倒链的核心 是千载难逢的获得一个海上全方位的攻防堡垒 但是一旦将这个所罗门群岛放置在中美对抗的军事战略旗盘当中 特别是放置在以中国和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军事联盟 对抗博弈的态势上面 就变得得天独口价值连成 所罗门群岛正处于夏威夷和关岛等 美国军事基地群中心 能够近距离监控美军即时动态 前中国海军情报官姚承宗教向本台分析说 中共不惜代价 运用收买手段奪得所罗门群岛 运作过程非常隐蔽 一直没有引起美国重视 到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安全合作协议细节曝光之后 中国已经深入到美军的太平洋军事势力范围内 如果共军正式签订这次协议 会在太平洋战略军事布局上面 抢占了有利地形 姚承分析说 目前的俄乌战争 势必会发展到俄罗斯和北约的战争 到时美军肯定会分兵去欧洲战场 而这正是共军等待的时机 尼尔赫在所罗门群岛布置武装 是希望为武统台湾做准备 正是共军的预议宣判 美国分兵以后 中共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 它现在的军事准备和军事战略思想 它打台湾它也打不了 它只有把美国逼退 对澳大利亚地南太平洋的机会 它就是一种威胁 所罗门群岛也好 包括中共在南海也好 他们现在所做的准备就是跟美国开战 我们从军事方面来看 大家准备战术和武士和战略导弹 这个东西不可能对台湾来 姚成分析说 从中国和所罗门签订的协议上来看 目前内容完全符合中国海军军事需求 军事政策海军的军事补给 埋伏隐蔽军军事打击力量 在岛上即使没有建设军事永久基地 这些战略支点 也可以用作为海上民事和军事用途 通讯中计站 和发射远程导弹的遥控信号中计站等 他在所罗门群岛设个雷达站里头 他整个的把他的见识的范围 扩大了几千公里 他直接就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动态 飞机起飞军舰的动态 他都能看到 这个点非常重要 他等于把他的这个视线 延长了几千公里 现在作战就是一个信息战 就是要看得见 要听得到 就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现代的作战 你不能看着眼前的作战 现在是信息化 是超世界攻击时代 姚承诺 这个是一个在军事 可以主动进攻 并可以发动突然偷襲的军事基地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在南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总兵力有一万六千人 一共有四十三艘军舰 而核潜艇正在建造 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布置沿北 会对澳大利亚形成实在的军事威胁和压迫 澳大利亚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协议表示反对 据路透社报道 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 赛适利亚 上星期三 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 会见到他们的总理索加雅雷 希望他考虑 不签署和中国之间 草拟的安全协议 姚誠表示 从军事安全角度来说 美国必须在中共蜡烛未稳的时候 拔出这个隐患 共军一旦在所罗门群岛站稳 形成战斗力 即刻就会形成对美军在太平洋的牵制 美国白宫星期一公布 负责印太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 坎贝尔 将会在今星期出访所罗门群岛 与坎贝尔一同出访的 还有美国国务院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汉特 表明所罗门群岛 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冲 正成为美中两大国竞争的一个战略战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上个月 匪制的访问格外关注和中国的竞争 他在访问当中宣布 美国在90年代 关闭着所罗门群岛的大使馆之后 将会重新开放大使馆 3月24日 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 即将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根据被泄露的协议草案 中方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在所罗门群岛同意的情况下 安排船船到所罗门群岛访问 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普及 在那里中途停留和过渡 这份协议草案还说 所罗门群岛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要求中国派遣警察、武警和军事人员等 外界反应过度强烈 否认将会允许解放军 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协议当中 没有军事成份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道 更多新闻和评论请到本台官网 和社交媒体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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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